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回到来见民书房, 这个国安法实施了一阵, 大家都已经知道是几恐怖了, 不过政府经常都说, 其实西方民主国家都有国安法的, 为何你们都说香港不应该立国安法呢? 他们无告诉大家, 就是说西方民主国家不止有国安法, 它还有民主, 如果一个政府无得到适当的check and balances, 一种制衡的话, 你交一个这么大权力给这个政府, 这个简直就是一个罪恶, 我们看在西方来说, 他们经常都面对着一个问题, 它立了国安法, 但也知道是需要尊重公民的权利, 譬如说言论自由、集会自由, 这两者很显然有时会产生矛盾, 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 最重要的准则就是看下究竟这些言论, 它有无造成了政府即时的危险, 即是说它会不会带来暴力呢?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测试, 如果有些言论根本不是鼓吹即时使用暴力去推翻政府, 或者分裂一个国家的话, 往往这些言论即使在国安法下都会受到保护, 但现在你看看我们香港刚刚立了的港版国安法, 是怎样的情况, 无论你有暴力或无暴力都好, 一样是可以触犯了这条例, 所以你可以想像下, 现在我们就交近一个这麽大的权力, 交给一个完全无民主制衡的政府, 为什么这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一件事呢? 政府就说你不可以反对的, 因为国安法现在放在我们的附件三, 原来就是我们二十三条里面, 是基本法一部份, 所以你是不可以反对的, 甚至可能要求将来任何参选、 立法会、区议会的人都要宣誓支持国安法, 因为它是基本法的其中一部份, 如果这个港版是成立的话, 即是说基本法任何部份, 你都不可以反对的, 我记得林郑月娥在选举特首时, 就说明她不赞成国安法某一条, 她不赞成基本法, 她不赞成基本法里面, 规定一条就是政府的财政必须量入为出, 她当时会觉得, 以前曾俊华洗钱太保守, 有需要的时候洗凸了便洗凸了, 所以她就觉得, 为什么基本法要规定得这么死呢, 她就是反对我们基本法里面某一条, 她又可以当选特首, 所以你说基本法里面, 有些条文放在树里不可以反对, 这个说法完全荒谬, 因为在基本法里面, 其实它就是有一个修改基本法的一条条文, 包括在中共宪法里面, 亦都有修改宪法一条条文, 如果你容许别人修改基本法, 甚至是修改宪法, 如果那些人不能够表达, 说她不同意某条文的话, 那哪有修改的可能性呢, 如果连讨论修改过程里面, 你告诉别人为何我反对这条文, 为何需要修改, 这条文是怎样不好的话, 这样你可能触犯法律的话, 那你怎样可以保障得到, 在基本法或者宪法里面的修改权利呢, 所以这种说法是完全荒谬的, 即是说如果你其实是用言论去表达, 就算是反对基本法, 基本法里面某些条文等等都好, 包括现在这个国安法, 其实应该是要受到保障的, 我们看下西方的民主国家, 特别一些比较对于所谓独立问题, 即比较持开放态度的, 譬如好像加拿大那样, 它容许北北黑省去到通过一个公投的过程, 去到决定独立或者不独立, 或者大家见到苏格兰, 在这个公投之前, 当然有很多争论, 有些会赞成独立, 有些不赞成独立, 而你开声赞成独立, 那你又触犯国家安全条例, 这一个公投或者讨论还有什么意义呢, 是完全无可能做得到的, 所以你见到那些文明的国家, 甚至对于说在一个国家的领土里面, 是有地方要求分离出来, 它都能够采取一个那麽宽容的态度, 它们其中一个当然标准就是说你不可以使用暴力, 但我们现在香港的情况就是说, 讲你都不可以讲, 不知讲不可以讲, 即是说你收了港独旗在个袋里面, 你未展示出来, 你或者只是挂了一个环页什么都好, 讲这个舍头革命光复香港, 政府就说解读这个就等于独立, 现在甚至有些人是说拿着白纸站在那里, 都可能会被人举止旗, 你想想解读是怎样无限扩大到的地步, 就算它不是用暴力, 没有带来即时危险都好, 这些言论都会受到禁制, 我们现在见到最恐怖的就是说, 不单止说政府直接出手去这样打压, 有很多不同的政府部门, 我相信迟一步可能是学校, 甚至一些政府资助的团体, 例如可能是医院, 可能是一些社会服务团体都好, 一定会进行自我审查的, 我们最近见到公立图书馆, 就已经将一些鼠下架了, 哇大佬, 陈淑庄边走边吃边抗争, 怎样可以弄到港独呢? 再不要说暴力带来即时的危险等等这些问题, 教你行山教你食物, 教你保持着一个抗争意志, 这样就已经要下架了, 你可以想像下, 这个法律是给了这个政府, 几多一些不应该给他们的权力呢? 怪不得这几日朱耀门牧师看了一本书, 《暴政》就借给我看, 一定很多人都对这两个字现在很深感受的, 这本书其实是耶鲁大学的一个历史教授, 史内德教授, 历史是一个教授写的, 耶鲁大学历史是一个很高地位的一个历史教授, 他写这本暴政时是一本书仔, 其实它不是书来的, 应该在网上的一个post, 后来他慢慢抗战了少少就成为了一本书仔, 这本书你用一日时间, 半日我觉得都看得完, 其实半日至一日你就可以看完, 他就会写到我们要很小心警惕, 这个暴政的出现会有甚麽的现象, 还有我们自己应该要做甚麽的事情, 防止这个暴政的出现, 当时他写这本书其实他最担心的问题 就是见到Donald Trump上台, 见到他做很多的事情, 一些比较民粹主义的做法, 假新闻等等这些做法, 其实他很担心就是好似见到当年德国的希特拉, 在这个上台掌握权力, 甚至将这个民主制度摧毁的过程里面, 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就写这本书, 当时是一个很长的post, 去警惕美国民众, 是小心这个暴政的出现, 今时今日香港很多人其实都很喜欢Donald Trump, 因为其实他最重要 就是用很大的力量在对付中国, 这个老实说你和我都一样有期待, 不过就在民主国家里面, 的确是很重要一个公民的质素, 就是你要做一个critical citizen, 就是对任何掌权的人都要保持着怀疑, 你要监察, 所以在美国里面见到Donald Trump这些情况, 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圈里面是会忧虑, 是会用文章去提醒民众小心, 他会满用权力, 这件事也是值得我们去欣赏的, 反而我们今时今日, 现在你见到政府就是不想我们做一个critical citizen, 讲一句都不准讲, 这本书里面其实他讲的暴政, 在美国当然有威胁可能出现的情况, 但你看着看着觉得撑太远了, 香港已经在几日之间大家都见到, 由2020年急速进入了2047年, 什么叫暴政, 现在我们是完全明白的, 几日之间我们已经明白了, 看这本书的时候, 你会见到他有很多东西要警惕我们, 我觉得我拿一点出来讲, 我觉得他很重要的东西要警惕, 就是要好好地珍惜我们的语言, 我们现在可以怎样去讲东西, 怎样去写东西, 特别在这几日你见到, 他很快就立即进行一种言论的审查,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珍惜我们可以讲的语言, 这本书的作者史莱德说, 这些极权很多时候就会开始禁制我们的言论, 要求我们用官方的语言, 不容许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去表达自己,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他劝我们要怎样呢, 就算你讲任何东西都好, 尝试一下练习一下, 要用自己的语言讲出来, 你写一个facebook post, 你不单止只是转载, 你可能写一句comment, 写一句小小的评语, 那些评语也不需要cut and paste, 将人家的讲话拿出来, 试试用自己很简单两三个字都好的一个语言, 讲一件事出来, 这其实是一个练习, 令到自己有一个很强的独立性, 这个语言的保持, 其实也是令到我们的独立思想的一个保持, 你可以想像现在今时今日, 很多东西这么升, 政府也会要求很多学校, 开始可能会灌输, 很多事物是一套看法, 你见到之前考试的情况, 1900年至1945年的中日关系, 几复杂的一件事, 它就只是集中在中日战争的部分, 中日战争大家都见到很多评论, 毛泽东你自己看很多材料, 毛泽东自己说多谢日本人侵华, 所以他本来共产党已经去延安, 长征的延安打败了延安, 是被孤立的, 民党已经五次围剿了, 就来打低他们了, 全教是因为日本侵华, 所以他号召全国抵抗日本, 就要放下国共战争, 在这个过程中赢得民族支持, 结果翻了盘, 所以毛泽东说多谢日本侵华, 才给共产党又翻身之日, 无论你对这段远历史怎样说也好, 1900至1945年就不是中日战争那麽简单, 之前还有很多事发生, 我举个简单例子, 中国现代化过程究竟有几多 是通过日本去吸收西方的东西呢, 我举个简单例子, 共产党人里面, 和共产党很有相关的人, 很多其实是留学日本的, 南陈不理, 陈独秀, 李大超, 鲁迅, 郭末若, 这些人等等的人, 其实很多都是在日本留学得到啟蒙的, 都是在二十世纪初那段时间, 就是这个考试题目那段时间里面, 共产党都要承认这种文化交流, 其实当时可能对于中国的知识界的启蒙, 是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这种启蒙究竟是避多还是利多, 给学生好好地讨论, 但现在不是, 政府只有一个答案, 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这个答案服务于当前的统治者, 统治者现在说我不喜欢日本, 我就要将这段历史只是说只有弊, 是完全无理的, 这是扭曲历史, 亦都最恐怖的地方就是, 你不容许学生去思考,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下, 他一定要我们是单一思想, 甚至是单一的议员, 只有用官方那套东西, 才准在公共场合里面讲话, 我们就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思想, 有独立的人格, 有自由的思想,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教育, 暴政这本书就提醒我们, 起码他讲二十个教训, 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 好好地珍惜自己的语言, 好好地尝试用自己的语言, 去讲出自己的想法, 这个我觉得很值得去大家参考, 在现在眼前这种形势, 特别就是说, 你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你可能拿着一张白纸都不容许你, 情况会怎样呢, 很显然, 就是说, 越来越在公共的领域里面, 我们变成要收声, 除非你打算要去到冲击这个法律, 一定会的, 即是说在这个暴政下面, 有一部份的人, 他们一定会不顾一切, 仍然去冲击这些不合理的法律, 对于这些人, 我们只能够欣赏他们的勇气, 我们不要笑他傻, 他为整个社会在牺牲自己, 但我相信有很大部份的人, 可能最后是无法付出这种代价的话, 他会怎样做呢, 他可能只会在私底下, 继续讲自己想讲的东西, 这种状况就是说, 会出现一个平衡时空, 在上面或者公开那里, 有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是讲假话, 讲官话,讲图话的, 另一个世界就是, 在私人的世界里面, 那些人开始可以去到讲真话, 去到骂林郑, 骂共产党那些, 讲粗口那些, 但他们是不浮现出这个公共世界, 这种讨论就说, 在下面会隐藏了另一个世界, 去讲民众自己的语言, 有另一本书, 又是耶鲁大学, 即是我的母校的一个教授, 人类学的这次是Jim Scott教授所写的, 这本书叫Dominations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有个副题叫Hidden Transcripts, 一个隐藏的版本, 隐藏的剧本, Jim Scott教授在耶鲁大学里面, 人类学系, 政治学系都有教书, 我以前做学生时, 我都有去听他的课, 听说, 我一是研究很多农民的抗争, 听说他的后院会养羊, 养动物, 令到自己做了一种很强的农民的感觉, Anyway, 这个老师很值你欣赏, 他写很多东西有关这种抗争, 其中一本很出名是说道德经济学,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s, 农民的道德经济学, 都很值得看的, 不过这些书是很学术性的, 我觉得一般的听众你未必会拿来看, 不如我介绍几句这些书的主资给大家听, 他这本书其实就说, 在这些暴政下, 会有公开的一个剧本, 人们讲官话图画, 对你官方要求的, 接着就会有一个隐藏的版本, 在民间社会平行事空中说, 但这两个不是决然划分的, 除非政府的暴政去到很强烈, 他就真的完全是两个世界, 他们其实会有交叉点, 只要他稍为松一点, 或不是压迫那么厉害, 他就会尝试冲击你, 这个所谓尝试冲击, 意思就是民间那套会冲击你, 会讲闲话, 会笑话, 会改图, 改歌等等, 去试试进入公共领域, 特别是Jim Scott说, 在两种情况下, 这种在民间真实话语会浮现出来, 第一种情况就是, 政府监视突然间放松了, 第二个情况就是, 因为有很多同伴的互相支持, 人变成勇气突然间冲出来挑机, 将你想讲的事就讲出来, 所以第一种情况政府很知道, 他就说, 如果我一放松去监督你们, 你班友仔就会讲真话, 就会好似郭王申的小朋友, 就会讲出事实, 令到他尴尬挑战他的权力, 所以他周围周围去到监视人, 譬如在街头里面就会装很多CCTV, 我觉得现在有些店铺, 有些CCTV向着街, 你不如拆掉它, 你无谓帮政府, 有一天他拿你的CCTV, 是影视街头人抗争的情况, 他还有很多东西会监督你, 譬如张宇仁现在就说, 要求学校会装CCTV在课室, 监察着老师讲些什么, 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已经发生了, 以前我还记得在中山大学, 他就开始要求在大学班房教这些CCTV, 当时用的名目很好, 说什么呢, 防止那些老师醉酒上堂, 或者在课堂上推销自己的教科书, 但其中一样就说, 他担心那些老师乱批评政府, 当然在十条里面最重要是这一条, 但就用了这些理由, 他就放了个录影机就在这个班房里面, 令到那些老师其实就长时间被监视, 他本来在平衡时空民间里面的真话说不到出来, 所以政府一定会这样做法, 不断不断通过不同方式去渗透进来, 去到监督的, 第二个情况就是, 如果社会里面那些人连结起来, 互相围绕取乱, 最重要有勇气会走出来, 他都知道的, 所以这些暴政一定很敌视公民社会, 对于任何自主的一些宗教组织, 譬如教会, 或者一些社会团体, 譬如可能民间组织, 压力团体, 甚至可能一个同学会, 甚至有些公共空间等等这些, 被人去到沟通连结, 其实他都会惧怕的, 他都尝试去拆散你, 在这些暴政里面, 他们最喜欢一种情况叫原子化, Aptomization, 就是每个人好像一粒粒粒原子那样, 不连在一起, 当人不连在一起分散了的话, 在上面的政权, 因为它有一个这么大的机器, 就很容易将人去管你, 所以其实在一个这样的暴政下,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珍惜, 我们现有的公民社会, 甚至一切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包括可能星期日一起喝茶, 这些你都不要小看它, 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很重要, 很重要连结的机制, 这个极权会做些甚麽呢, 譬如刚刚讲監督, 他不止只是用CCTV, 最厉害的监督就是用人的眼去监督对方, 就会有督灰机制, 希望你互相举报, 结果成为了政府的眼和耳朵, 在这个情况下不止令你不敢动, 它还会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互信, 我说一句话在WhatsApp, 会不会有一天你拿去举报我, 不如WhatsApp也不去讨论,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也在这个过程中崩溃, 你就变成一个原子, 就让它很容易统治你, 我们所以一定要开始提高警惕, 我们要抗衡一些监视, 不断地渗透入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要好好地保持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我们的互信, 我们要保护我们所有自治自主的团体, 允许人可以连结起来, 围牢取暖, 令我们有勇气地面对着漫长的黑夜, 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了, 多谢各位,下次再见,拜拜。